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人工智慧为基础的搜寻引擎 期盼要减少对Google以及微软病的依赖 那么来看到Meta是自研搜寻了引擎 将用在自家聊天机器人MetaAI上 透过搜寻线上关键的讯息来回复用户的问题 而MetaAI是Meta的核心策略 目的就是要让使用者更常使用Meta的各个应用程式 Meta执行长祖克博今年8月也说 MetaAI的每周活药用户超过1.85亿人 和ChangGPT每周2.5亿用户的差距正在缩小当中 再来看到的则是美国财政部在28号发表了声明指出 总统拜登已经敲定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等 对国安构成的敏感科技设下了投资限制 那么声明中是指出新规定将会在明年1月2号生效 内容就包括禁止总部在美国的企业 公民以及永久居民从事了涉及中国半导体 人工智慧以及量子运算等先端的科技交易 对于一些没有那么先进 可能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的技术投资 投资人也将会需要通知美国的财政部 那么这些法规是追溯到拜登在去年8月的时候 签署的行政命令 而中国外交部对这项行政命令 企图反全球化以及去中国化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再来关心到是美国大选倒数8天了 贺锦丽跟川普都到了关键摇摆州进行最后冲刺 不过前一天挺川普的助讲者是骂美国的海外属地 波多黎各是垃圾岛 川普阵营是切割说这是来宾的发言 不代表本人立场 而总统拜登则是在家乡提前投票给贺锦丽 还拿马斯克会选的争议来做文章 美国大选倒数8天 川普在乔治亚州造势继续骂贺锦丽 而选情告急的贺锦丽全力呼唤选民归队 赫锦丽到蓝墙三州的密西根催票 跟川普一样都是倒数时刻固守摇摆州 不过川普前一天在纽约造势的时候 有助讲者乱放炮烧到川普 摇摆州兵州可是有50万波多黎个人 是嫌票太多吗 川普阵营赶紧切割猪队友 说来宾发言不代表本人立场 让钱给贺锦丽的拜登总统 则是在家乡德拉瓦州 提前投票给贺锦丽 不忘道酸马斯克的会选争议 超过4200万美国人跟拜登一样 已经提前投票 零星状况也不少 厄勒冈州的邮寄选票 投递箱居然发炉烧了起来 经查原来是有人蓄意纵火 还有选民抱怨田纳西州的投票机 触控荧幕跟选票设计不良 打勾勾的小框框也太小了吧 很容易就点到隔壁的候选人 不过选务人员说 点候选人的名字就可以了啦 不用硬点小框框 是选民自己误会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川普纽约集会上 习剧演员是歧视嘲笑波多黎各的言论 已经引来了批评 而川普的副手范斯 则是要选民可以幽默看待 不要太严肃 那么范斯在周六 是接受专访时也提到了 他说再度提到台湾 声称印太地区的稳定 以及支持台湾 会比军援乌克兰来得重要 川普副手范斯到威斯康星造势 在台上要选民别那么严肃 多点幽默感 就是因为先前川普纽约集会 一名喜剧演员 歧视波多黎各的言论 招来批评 而范斯在美东时间26号 接受节目专访时提到台湾 声称台湾在全球晶片生产中 扮演关键角色 对美国而言 印太地区的稳定 以及支持台湾 比军援乌克兰来得更加重要 事实上这并非第一次 台湾两个字出现在范斯的演讲中 今年8月范斯到北卡造势 主攻国安议题就曾提及台湾 面对激烈选情 过去立场倾向民主党的 《华盛顿邮报》 打破36年惯例 今年不再为总统候选人 背书引来不满 原本挺贺锦丽的草稿都已经拟好 却收到老板贝佐斯指令突然喊咖 贝佐斯周日发表一篇标题为 《美国人不信任新闻媒体》的文章 内容提到这全是内部决定 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换条件 而之前遭到美国司法院警告 可能触犯联邦法律的马斯克 现在直接遭废诚检察官起诉 根据CNN报道 起诉马斯克的检察官是个民主党人 他认为马斯克发送百万美元的挺穿行为 显然在试图影响选民的抉择 暗示参选乐透彩的选民应该要怎么投票 TV新闻走不到 还要关心恶务战火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晚间是证实 北韩已经派兵前往到俄罗斯来参战 作战地区就是被乌军攻入的库斯克 乌克兰还宣布了一个通联的录影档 一辆民营卡车被俄军拦下来 司机说后面在的都是北韩的大兵 乌军是为了提前应对 已经让前线士兵恶补汉文 炮弹连环发射掀起烟尘下一秒 镜头拍下遭锁定的目标 一个个被炸成火球 乌克兰东北部沃尔城斯克 乌军炮兵旅出动 但俄军的攻势一样强劲 俄罗斯派出老牌主力坦克T90 游走乌克兰境内战区 朝敌军阵营近距离开火 连UR77陨石扫雷车 也被当成新的战场戾器 火力强大到树木瞬间黑掉 乌尔双方战火依旧猛烈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观察 库拉霍维和波克罗夫斯克 光周末一天双方就交火近90次 俄军曝光在敌方阵营搜刮道的 各种西方弹药 其中包括乌克兰国产标枪 还继续炫耀作战实力 但边境库斯克还是打得辛苦 边境被攻破 士兵亲门踏户 两个多月让俄罗斯头疼 因为乌克兰大兵在各地乱窜 至今还占着部分领土 甚至还有危险无人机出没 乌克兰记者跟着乌军部队 踏进俄罗斯领土 而在这里负责监视工作的是 乌克兰宪兵 一不小心恐落入他们手中 然而根据华盛顿邮报透露 乌克兰闯入库斯克 一次后继无力 八月在当地占领的土地中 现在有46% 又被俄军重新夺回 主因恐怕就是北韩援兵 南韩媒体分析参战的北韩部队 尽管年龄小作战能力堪忧 但确实多少缓解 俄军的人力缺乏 虽然俄罗斯淡话招兵说 但现在又被乌克兰找到证据 俄军通连录音档曝光内幕 一辆运送北韩军人上战场的 民营卡车 因为没有合法的通行证明 遭俄罗斯检查人员拦了下来 才发现原来是载运北韩军人的车辆 俄罗斯被发现 向盟友陶旧兵 网路上流传 库斯克多地 都有北韩士兵陷宗 乌克兰估计北韩调派1.2万兵力 已分散到五个军事训练场 当然乌克兰也得提早做准备 甚至还学习乌克兰文版的韩文 一旦和北韩士兵在战场碰头 可以和敌方对话 而俄罗斯总统普清在国际场合 继续对西方国家抢下 由于乌克兰频频要求盟友解禁 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 普清日前接受访问时也提到 可能面临乌克兰的长城武器攻击 不过周末先遇上无人机偷袭 爆炸巨响 夜空瞬间冒出火光 住宅附近遭攻击爆发大火 俄罗斯多州领空连夜拦截 51架无人机 当然他们也采取反击 对乌克兰进行新一轮的空袭行动 全部都没事 留住 我们全部都要救你 全部都要救 妇女卡在崩塌的房屋内 动弹不得 蒂尼布罗住宅区被炸 摧毁十多栋建筑物和医疗设施 平民成为最大受害者 但这场仗至今人看不见镜头 TV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辛赫 28号表示 北韩已经派出了大约一万名的军人 到俄罗斯来进行训练 并且将会在未来几周前 往到乌克兰作战 那么辛赫就指出了 美国担心俄罗斯打算用这些官兵来打仗 或者支援在俄国的库斯克州 对抗乌克兰部队的作战行动 那么北约秘书长旅特也证实 确认北韩的军队已经被派往到俄罗斯 并且已经部署到了库斯克州 而美国国防部也说明 如果北韩加入了俄乌战争的话 华府将会不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方面 施加新的限制 另外还有同一时间北韩外长崔善基 正在前往莫斯科来进行访问 这是他在六周内第二次的走访俄罗斯 外界也继续关注朝俄之间的两者互动 那么来看到北韩即将卖路到超高龄的社会了 除了有老人贫穷的危机之外 即将退休的战后婴儿潮世代也开始担心养老金可能不足 让不少的人到补习班来上课 准备要报考证照 为退休后的第二人生来做准备 南韩的战后婴儿潮世代约有超过1600万人 占整体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这群人即将大举退休 最担心的是养老金不够用 南韩第二波婴儿潮世代 也就是1964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 一共有954万名 从今年开始逐渐步入退休年龄 南韩央行发布报告显示 他们的退休可能拉低 南韩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0.38% 婴儿潮退休海啸来袭 南韩政府正在加快制定政策的速度 报告也指出 第二波婴儿潮世代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准 和资讯技术应用能力 多数愿意在退休后继续工作 재작년 은퇴한 조경수 씨는 쉬는 시간이 아까운 듯 학원 휴게실에서마저 책을 펴들었습니다 이곳은 서울 노량진의 한 자격증 학원입니다 평일엔 자습, 주말엔 강의를 들으며 조 씨는 인생 2막을 위한 준비에 열정을 쏟고 있습니다 이곳 노량진 학원과는 최근 정년을 마치고 두 번째 취업 준비에 나선 5060세대로 채워지고 있습니다 예측退休자의求職竞争将更加激烈 빈낭 여러 상황에서 在学校门口紧紧抱着受伤的小朋友 满地都是血迹 令人触目尽心 中国大陆又发生无差别砍人事件 就发生在有北京矽谷之称的中关村 当地公安局发布紧情通报 证实持刀伤人事件有五人受伤 其中三人是未成年学童 凶手则是50岁的唐姓男子 当场被压制 28号下午3点多 嫌犯持一把菜刀 在放学时跑到中关村第三小学 随即攻击学童和家长 其中两名学童伤势严重 甚至有小朋友用手护着头时 手指被砍断 凶手则被其他建议有为的家长压制 而砍人动机目前还不明 事发的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核心区域 当地是北京著名的富人聚集地 家长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因为拥有顶级教育资源 被当地人称为顶尖牛小 但受伤的家长和学童身份有待确认 近期中国大陆接连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九月中深圳才有日桥学校小学生 遭人持刀刺伤最终不治 30号上海沃尔玛卖场 也有随机砍人案导致三人死亡 15人受伤 这个月八号广州豪宅区小学门口也发生持刀攻击事件 三人受伤 如今北京中关村也发生类似事件 是否有模仿效应 有关单位正在厘清 持续追踪这一期砍人案件 目前大陆的社交平台 包括微博抖音等等 都无法搜寻到更多的事件影像 不过警方呢 持续加派人力在现场巡逻 28号爆发恐怖随机砍人案的 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附近 入夜以后气氛还是紧绷 街上能看到停放不少警车 还有警察来回巡逻 带孩子到附近上才艺课的家长 认为北京这区治安好所以不担心 北京贵族小学发生砍人案 五人受伤 其中三人还是未成年震惊社会 最新曝光的画面是目击者拍下 50岁弹性凶贤被警方压制的过程 但之后包括微博抖音 百度等大陆社交平台 都没办法进一步搜寻到更多讯息 50人员增多 避免利器与没用的恶性循环 就在多地接连发生无差别攻击事件后 大陆民间掀起讨论 50人员增加造成社会问题的现况 所谓的50人员指的是投资失败 生活失忆 关系失和 心理失衡 精神失常的人 专家认为当今经济低迷 工人就业更困难 失意的劳工阶层就可能透过暴力 向社会表达不满 而这样的群体 现在在大陆保守估计 已经超过上亿人 要遏制暴力 就得投入资源 帮助低收入族群渡过难关 大陆财政教育等部门最新宣布 将增加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 国家奖助学金 官方也积极推动扶贫 要减少社会的不定时炸弹 TVBS新闻 叶俊宏李敏珍 综合报导 台风康瑞就快来了 天团五月天 原定在这个礼拜 要公益巡回演出 到高雄以及花莲等地 但是受到台风的搅局 所属的相信音乐 确定把活动延期 另外还有刘德华 甚至大咖的韩团 这礼拜也有演唱会 会不会连带取消呢 让粉丝们的心情相当的有心 舞台已经达到一半 刚架却开始一根根拆 短时间内得复原 这景象让人有些无畏杂陈 原定本周六日 五月天团队 要将公益演唱会 带到花莲东大门广场 无奈康瑞台风找局 活动确定喊咖 所属相信音乐 29号一早发声明 考量所有人员安全 才会延期举行 连带受冲击的 还有当地饭店定房 我们是预估 基本上应该是会退到 只剩下一成两成左右 那再加上台风天的这个部分 一路取消 应该是不会有增加的这个状况 我想应该是会配合着 五月天的延期 那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机器 能够做一个延后吧 镜头转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外 是这套公益演出的 第一场举办地 现在也只能赶紧卸下设备 康瑞一来确实让大家心慌慌 31号还有刘德华 要在台北小巨蛋开场 才刚结束马来西亚演出 当时演员江浩文才带着妻子现身 收下瓦材惊喜准备的歌曲 但台湾这头粉丝除了担心 班机无法如期降落 若严重到停班课 演出就可能取消 重叠档期还有韩团Strike Kids 礼拜六的演唱会选在高雄市运竹场馆 毕竟是户外场地 安危问题也让人悬核心 天灾无常实在无奈 DV新闻李战胜高知红 范宇圈张文君台北高雄花莲 参谱到 不止演唱会可能受到影响 台风也可能影响到菜价 今天我们就看到市场呢 不少的菜篮族已经开始抢菜了 因为根据台北第一市场的交易行情来看 相较于前天 青葱一口气涨了325% 而可白菜和高丽菜也涨得很凶 现在手上在把这个青葱呢 一把现在已经要285元 一样是这个熔灯新的菜王 青葱虽然从破纪录的 一公斤300元重建二字头 但依然比起前天足足涨了20块 多两层的民众到菜市场跟台风赛跑 要在菜价再次充高钱 替荷包止血 我是觉得比上礼拜贵一点点 一来一两层 应该有 就是赶快采买一下 可能后面菜应该都会涨 因为台风快来了嘛 随着产地陆续副更 已经贵了三个月的菜价 总算平稳 至今康瑞又报道 北农周二的平均价格 来到每公斤47元 比起前一次涨了3块多 包括青葱每公斤平均255元 涨325% 花蜜菜每公斤80元 涨20% 高丽菜每公斤平均44.5元 涨19% 科北菜每公斤平均47.4元 也涨25% 不过摊商表示 目前复更过后菜量都很充足 呼吁消费者不要囤货 两三个台风过了 已经算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的菜的话 还算比较平稳 都已经比较有量产的现象 镜头转向连锁超市 同样可以出现买菜人潮 而业者表示 目前蔬菜十二个价格 及供货量稳定 后续政府如果试出评价蔬菜 也会第一时间提供大众选购 根部坏掉的部分 先去除掉 厨房纸巾包好 稍微有点水伤的状况之下 差不多会有五到六天的保存期 除此之外 家事达人也提醒 叶菜买回来 可以先将叶子和根烂掉的部分去除 接着先放着 等热气散去 再用纸巾包裹 放冰箱冷藏 能将保存期限延长到五天 眼看康瑞来势凶收 民众也开启防排 敞赛大作战 TV新闻中 旗员旅游台北 相报道 欢迎回来 来看到美国职棒世界大赛第三站 在杨基纽约主场开打了 备受瞩目的大股详品 带伤上阵 除了上打席之外 左手都是呈现了L型的姿势 幸好队友很给力 连续三场轰出了拳雷打 道琪最终是以4比2 三连胜的战绩率先停牌 前一场道磊不胜 左肩半脱臼的大股 打破球迷疑惑上场啦 道琪和杨基世界大赛第三站 遗失杨基在纽约的主场 第一局大股队友超给力 Freddy Freeman 敲出一支两分炮 大股获得保送上磊 带道琪先持得点 不过在三局上 大股挥棒失误 四局还遭到三阵 虽然挥棒没有问题 不过大股带伤上阵 可能是为了要贴扎固定伤处 除了上打席之外 大股左手都是抓着胸前 呈现L型姿势 道琪总教练罗伯斯就说 大股不舒服的感觉 打鱼疼痛 目前暂时不会尝试倒雷 尽管杨基靠着Alex Verdugo 在九局下敲出炸裂两分炮追回两分 不过最终仍以二比四输给了道琪 今天球赛还有另一个亮点 请来曾经率领杨基拿过五座世界冠军的传奇球员 Derek Jeter开场全场嗨翻 到期拿下三连胜率先听牌 也距离对史第八座世界大赛冠军越来越近 天悦新闻找不到 气候变迁来看到冰岛多个火山系统 在沉睡了八百年之后 近期开始了频繁的活动 有科学家就认为 这跟暖化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冰川的迅速消失 地表的压力也跟着减少了 火山根部的熔岩 因为了解压熔熔现象 开始大量的生成 也导致火山快速膨胀 随时都有喷发可能 滚烫的岩浆不断从地表裂缝中 往外喷发释放能量 这是位于冰岛西南部雷克亚内斯半岛火山 自去年12月喷发后 直到今年8月已经是第6度喷发 索性对交通附近居民没有太大威胁 但冰岛火山的喷发频率正在异常增加 吉普车翻山越岭 来到海拔1510公尺的阿斯恰火山 冰岛气象局的火山学家 正准备近距离观测火山口湖 但这里已经有游客不顾安全 在火山口湖游泳 学者立刻出言警告 对想要下去游泳的旅客 吉利劝说 因为除了湖水酸性可能伤害皮肤 当你靠近一看 水面上正出现无数的小气孔 原来湖底是一个个小孔洞 正在排放大量气体 大量气体正从火山口湖往上窜 形成像烟雾一样的景观 闻起来像腐败的鸡蛋 火山学家不敢大意测量前得先戴好面罩 以防侵入过量有害气体 这是冰岛火山局站在加紧脚步的研究计划 目的是找出气候扁迁对冰岛火山的影响 今天的湖水温度为26.4度 还维持在安全水平 简单来说 当冰川因暖化后退 在地表的压力也跟着减少 导致地壳内部出现减压融融 让岩浆变得更多 累积到极限后导致火山喷发 冰岛火山局2021年 对阿斯恰火山进行年度检查时 惊讶发现在短短几个月内 火山膨胀了11公分 是当时世界上成长速度最快的火山 显然是火山根部产出大量岩浆导致 如今三年过去科学家估算 火山底部新增的岩浆容积 达到4400万立方公尺 让阿斯恰火山一共隆起了80公分 随着地球暖化 冰岛的冰川正在加速流失 估计到本世纪末 目前的冰川量只会剩下一半 届时冰岛这个冰与火之国 力量失去平衡 岛上40多座火火山 将威胁39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爱里斯的父亲过去25年来 一直担任冰川学会的志愿监测员 每年秋天都会长途跋涉数小时 测量冰川数据后回报给冰岛气象局 这对妇女现在担心火山可能威胁游客安危 根据冰岛国家公园管理局数据 每年夏天造访火山的旅客大约有13000人 许多游客还会造访冰岛南部的卡特拉火山 观看这里的熔岩平原 平均每60年喷发一次的卡特拉火山 上次是在1918年 也就是说它随时都可能引爆 位于火山口以南25公里处的村庄维克 居民只有300人 但这里是游客必访的景点之一 科学家预估卡特拉火山一旦喷发 这里的人只有几分钟时间可以逃命 科学家估计冰岛多个火山系统 在沉睡800年后苏醒 进入新的活跃年代 时间可能长达100多年 当熔岩的能量正在与日俱增 冰岛的科学家换个角度思考 这股能量是否可以成为新的绿色能源 要钻入火山根部探寻大约1000摄氏度的岩浆并不容易 冰岛的一群地热学家正在绞尽脑汁如何将熔岩转化为热能 目前将第一次钻孔设定在2027年 盼望借此揭开岩浆的奥秘 了解它如何在地壳中移动 以及人类能如何利用这份大自然的力量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也要关心国内最近地震频繁 尤其在嘉义中浦两天内出现的连石症 屏东的民众更在地震之前 发现有海量的蚯蚓窜出 质疑会不会是地震的前兆呢 另外地震也造成了中浦 不少的老屋都出现问题 广场内满地的蚯蚓在地上蠕动 密密麻麻的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就很多蚯蚓啊 然后平常真的没有那么多啦 以前都会出来啊 那没有像这次那么大量的 这样集体跑出来 比平常下过雨后出现的数量还要多 地点在屏东长治的特搜队附近 出现海量蚯蚓狂窜 而时间点在27号的上午 只是早上才出现大量蚯蚓 下午加一就发生了连环症 楼梯间水泥墙破了一个大洞 周边也出现好几条军裂 就连厕所那磁砖也掉了好几块 全碎了一地 之前都只是小裂痕而已 全部都吓一跳 我们都尖叫泡出去 嘉义中浦两天内连时政 不仅中浦村有整排透天座 因为房屋军裂被列为围楼 劝导住户预防性撤离 在龙门村则是有活动中心的四楼女儿墙 直接崩落砸车 整个砖瓦木板掉落 挡风玻璃被砸破 后照镜也断了 还好底下没有人 而同样很惨的 还有这间四十多年的老房子 屋顶瓦片被震垮 冒险爬梯用帆布把破损的屋顶遮住 但能挡下多少风雨不知道 因为内部天花板也被震落 而气象鼠预估未来一周还有可能 有规模四以上的余震 现在又台风要逼近 让住户们揣了一带 提别新闻嘉义屏东综合报道 另外来看到睽違五百五十多天 东海大学的知名地标 露丝义教堂九月底是重开了大门 尽管外形看不出来岁月的痕迹 但是精力超过了一甲子 教堂也面临包括圣水等危机 因此在2022年闭门修复 建筑师特别还原当初大师的设计 通风系统 并且克服当时建筑工艺 无法完成的设计 超过六十个春夏秋冬 这个由华裔建筑师 被域名陈启宽等大师 共同打造的露丝义教堂 扛过无数的烈日暴雨 甚至两次强震 更见证了许多人 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这样如同家人的陪伴 看似始终不变 但实际上已经有了变化 门热是由于原本建筑中不少空气流通的设计 都因为担忧渗水而被封住 担心雨水侵蚀是这座经典建筑最头痛的症状 东海大学在跟各方多次会商之后 决定在2022年关起大门展开大政修 并且获得文化部还有各界的大力支持 就台湾的这个一个历史建物的保存 这件事情如果连路式教堂都没有办法保存跟修复的话 那台湾谈谈谈建物的保存 那个是毫无意义的 但作为重要的国定谈谈要求修复过程 应加不能接触到内外的墙壁 但偏偏这又是一个无良无助 无屋顶的抛物霜曲面建筑 一度没有厂商敢接下这不可能的任务 幸好为在东海大学对面 又有相关经验的业者 大胆参与这个计划 那我们长龙航太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长龙航太这个也是跟这边的一样 说你不能碰到机身 但是每一个地方都要能摸得到 也因此专业人员能来到将近六十年 都没人能抵达的高处进行修复 对天窗展开排水检修工程 甚至还完成当年工艺科技无法到位 没能实现的设计 建筑外部也进行基础的修复 方便迅速排水 避免驳壳墙壁渗水 造成内部以及路斯益教堂最招牌的钢窗袖石 这次修复就发现南北侧钢窗的窗框 已经几乎解体 因为它是比较特殊的材料 它是船舶期 因为它对于我们可能未来几十年 船舶期它是比较防腐防石的 这次修复的空调部分也做了很大的改变 更还原成器官设计的侧扣空间 打造隐蔽的出风口设备 也透过设计缓解先前空调 常年影响教堂活动的困扰 我们在空调机房的一个噪音简噪的一个设置上来说 我们在主机的这个墙壁 还有天花板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隔音店的一个设置 大批专家逐一功课建筑上的难题 终于在今年九月底 陆思一教堂再度打开大门 重新风华再现 看见这些建筑重新又以老的时候 当时的面貌又重现 把所有的座位地板墙影响整个都改变了 我们把它修复完成 我相信未来的六十年一甲子 我们东海大学将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会破茧而出 经过修复后的陆思一教堂历久铭心 比以往更乐意敞开大门迎接走进教堂的人 外形像是双手祈愿合十的陆思一教堂 期盼下个一甲子 继续带给这片土地祝福与喜乐 区别新闻综合报答 而这是让人垂心肝的状况 嘉义市购物节发票登陆抽大奖 投奖百万由电车得主 因为弄丢了中奖的发票 和大奖擦身而过 由第二顺位李小姐把车开回家 穿着点点养中的女子开心走上驾驶座 又把投奖的百万由电车开回家 她是这次嘉义市购物节中最新颖的得主 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本来还以为是诈骗 那我就求证了一下发现是真的 借我的例子告诉大家 那多用云端发票 发票不会不见 要大家多多利用云端发票 因为这投奖得主原本另有其人 但在开奖过后因为发票不见了 只能忍痛跟投奖说拜拜 而2024嘉义购物节 今年迈入第五年 发票登陆的总金额在创新高达到了8.3亿元 其中嘉义购物网使他 这就是我们的家购网 登陆的金额高达37888万多元 一听到个人消费金额 全场一片惊呼 因为金额高达3788万 逼近4000万了 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当事人很低调不愿透露 博士福表示这发票只要是在嘉义市的 就连买房发票也算数 因此在嘉义质产几率高 另外同样幸运的还有这名黄小姐 那五年的购物节我参加四次 四次都有奖 那第一次是中以前的黄金 那第二年就是投奖 开心结果奖项黄小姐开心的不敢相信 因为这已经是她第四度中奖了 之前的购物节 她也曾抱走投奖的来回机票 中奖几率居高 让她身边的朋友都想沾沾她的好运气 TB的新闻 季节和嘉义报道 所以中奖真的让人非常羡慕 还有看到在连杠25期的威力彩 投奖高达6.31亿元 昨天晚上终于开出大奖了 位置就在台南六甲一家的彩券行 老板说在开奖之前 她就到店里附近的三家庙 虔诚拜拜 没想到真的开出头奖 彩券行外老板开心放鞭炮 在仔细看门外玻璃门上 大大写着重位力彩投奖 奖金6.3亿元 喜讯传出不少民众都跑来战战喜气 民众苦笑于财神插肩而过 28号晚上连杠25期的威力彩 奖金累积到6.31亿元 终于开出头奖位置就在台南市六甲区 这家彩券行 早在七年前 这家彩券行就曾开出过6.8亿元的头奖 两度开出大奖也让老板相当惊喜 老板销说要得奖没有诀窍 有买就有机会 这家彩券行为在六甲市场旁 仔细数一数 走着至少有十间庙宇 店家正对面就有大众爷庙 三百多公尺外 还有当地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妈祖庙 开疆前老板不知道这两间庙宇 还有附近的五龙宫前程拜拜 没想到真的再次开出头奖 财券行为处人来人往的市场旁 附近又有众多庙宇 七年内开出两次六亿多元的头奖 也让老板觉得不可思议 同时也吸引更多民众前来炒胜 TVBS新闻顾手唱卢品号台南报导 欢迎回来来看到今年清晨 花莲港外海有外籍货轮 船上的菲律宾籍船员 右手掌穿刺性骨折 空行总队接获报案之后 立刻的派遣黑鹰直升机 将船员从货轮上空来吊挂 紧急送衣 连线记者陈家统 戴着蓝色帽子黑色长裤的男子 被搜救人员小心翼翼的 从货轮上空吊挂 送上直升机紧急送衣 事情就发生在29号清晨 花莲港外海东南方大约两海立处 有13马绍尔群岛级的货轮 船上一名菲律宾籍船员 右手掌穿刺性骨折 不过由于船只无法进港 加上海巷不佳 海巡艇没办法接驳 只好联系空中勤务总队 派遣黑鹰直升机 在清晨6点20分抵达货轮上空 短短6分钟后就迅速起飞 6点半降落在德星棒球场 将受伤的船员送往医院治疗 幸好没有大碍 关心金华城案周刊爆料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曾经密会威京集团主席沈沁金 还收了集团子公司中工机械 超过20万元的政治现金 不过黄珊珊是说明 政治现金都有如实的公开申报 这次总算不回避 因为被周刊爆料 比对政治现金申报 指称黄珊珊在2018年参选 市议员期间 曾收受威京集团所属 中华工程子公司 中工机械20万的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有政治现金法的规范 所有的政治现金都是公开 而且入实申报 黄珊珊一口气公布蓝绿 13名政治人物 其中民进党立委邱义盈 在108年11月就是大选前 更拿过中工机械50万 而名单里还包括许多蓝银名带 合法捐款 合法申报 你讲自己就好 合并扯别 净华城案黄珊珊角色 渐渐浮出台面 周刊还爆料在2022年 朱雅虎带着沈沁金和柯文哲 某天上午在市长市密会 下午就找黄珊珊洽谈 拜会跟密会是两回事 他到市府拜会 然后会到办公室来打个招呼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你没有按照相关的规范 来做登录 就是密会 在批检调放消息 如今警察总长邢泰昭说重话 只是高检署 调查是否违法泄密 就让黄国昌批评 只是讲讲而已 邢泰昭基本上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打假球 做媒体公关 请问邢泰昭 你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吗 不认为能查出什么 只是现在台北市议员 应小威确定羁押 柯文哲律师也在29号月券 31号就要开掩押体 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一个台湾 就有人 不相信赖清德是总统 而是施法的筷子手 不愿再打 民众党主动出击 往后每个月委托求真 做民调 政策会将布局往后选举 毕竟若继续深陷在 柯文哲的司法低潮里 党无法继续走下去 体内新闻张家宝 杨沛玉台长报道 外界关注AI后能 以及缺电的问题 其中台达电创办人 强力呼吁 非要核电不可 对此行政院长竹龙泰 是说明 政府会发展多元的绿能 不过还要来看到 经济部长也听 道理法院专案报告 行政院长竹龙泰 抛出能源配比目标 2030燃煤20% 燃气50% 绿电30% 但明年核三场 二号机除异 这供电缺口怎么补齐 燃煤会占29.6% 燃气会占52% 再生能源也一样占占据 16.3% 主会强调煤缺电问题 不过AI时代来临 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范思直言生产晶片的台湾 比乌克兰更重要 AIT处长谷立言也说台湾绿电 无法满足未来半导体需求 更说台湾半导体赋美投资 是因为没有充足水电 他已经不止一次的直接公开指责 台湾是偷走了美国的晶片的生意 直指台湾是半导体的小偷 所以我想请问 我先请问部长好了 您同意川普这样的说法吗 我当然不同意 不同意 然后你有正式发表过声明吗 来挺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业吗 他没问我 精品问题不只成为美选热门话题 台大电创办人强力呼吁 非要核电不可 台湾主示者有些错误决定 需要赶快承认 否则将影响外商来台做生意 如果未来我们对新的核能技术 在安全 在没有核废料的问题 也在社会有高度共识的情况底下 政府采取开放讨论的态度 核能厂的员工我们现在是保留 保留核电人才 或许也替未来重启核能 预留一些弹性空间 TVB新闻的国庄产品台北通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Focus新闻 我是张慧仙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